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陶陶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这个阅读怎么做 这篇阅读,我看了 它的难度刚刚合适 不太难,但是呢 也不是很简单 它所有的这个题目啊 都是比较适合一下的孩子来解题 首先,这段话共有几句话 整个一年级阶段 所有的阅读短文 90%它都会出现 要求你数句子,数段 这是一年级阅读的标配 我们从第一个逗号开始 这里是逗号 你就让孩子,像我这样啊 一个标点一个标点看 就这样,这样一个都不会漏 看到吗,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句号 你让它标一个小小的1 接着再向下,又出现一个句号 标一个小小的2 再看,再往下 这里,第三个 那如果出现了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这个地方,比如啊 它是问号,怎么办 第一个是句号 到问号了,接着标 2,能听明白吧 直接把它加进去 那如果这个地方 它不是问号 它是六个点 省略号 你别管它 因为省略号它出现在这样一段话 中间它就不算一句话 出现在末尾 它算一句话 你接着数1 你一看,省略号 不用去管它 接着向下 2,那这一段话 总共就是两句话 那如果省略号 它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是句号 或者是其他符号 1,2,3 听明白了吧 这是数句子 像这样的知识点 就是一年级 孩子要学会的 所以最近两天 家长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很多都是 老师你就单独讲一讲 标点的使用吧 我昨天到前天 直接连续两天 都在给大家讲标点 你可以向前翻看前边的视频啊 具体的这个标点 它怎么去用 我们如果考试考到了 让你加标点 你怎么去加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加句号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加逗号 都给大家讲了 那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尤其是在看图写画 怎么样去避免 一个逗号写到底 这都给大家讲的清楚明白 你去看我的两个视频 今天等于再给大家复习了 这是第三次 再讲标点 接着再向后看 这一段话 更有几句 刚才数了 三句话 把三填进去 第二 在文中找出合适的词填空 你看好了 现在是让你找合适的词填空 这个难度呢 它是两种 那两种 刚好这两道题 能够体现出 这两种不同难度的题目 一年级上的时候 一般是这样的题目 一年级下的时候 是这样的题目 这是一上的 这是一下典型的 家长们可能觉得奇怪 这不是什么样的松子 什么样的老松树 为什么你要这样说呢 我们来看答案 你就知道了 先来看这个一上的 一上的简单 什么样的松子 你怎么去教孩子 做这样的题目 他不认识这个字 都没关系的 为什么 看好这三个字了 得松子 到文章当中去找 在这里 得松子 把它画下来 然后去读 黄黄的松子 对不对 一读 马上就知道了 哦 黄黄的松子 我告诉你 一上一般让你找 找合适的词填空 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很简单 你学会这个方法了 不管这后边是什么字 得 什么 你到文章中 把它找出来 前边的词 你画下来 一读 你就知道了 但是我们来看 一下的典型题 经常这个一下 出的都这样的题 这后边是 就不给你这种 一上的简单题了 什么样的松树 你还像刚才一样找 还行吗 你去找 得松树 你看啊 老松树前面有得吗 没有 再来找 老松树前面有得吗 没有 你看老松树前面有得吗 没有了吧 得在哪里 你找一找 后边有吗 没有 怎么办 我告诉你 以一上的题目来举例子 黄黄的松子 也有可能是松子 黄黄的 听明白了吧 前后 那这个地方 你也要前后找 老松树 满枝 果实雷雷 找一个形容词 那么 果实雷雷是形容词 果实雷雷的老松树 再看这个地方 找一个形容词 有吗 没有 再看这个地方 有吗 没有 那就确定了啊 这三个地方都出现了老松树 但是只有第一句 它后边有这个形容词 果实雷雷 所以 这就是果实雷雷的老松树 是不是比一上要难呀 我们说 会看的看门道 不会看的看热闹 同样这道题来考你 老师如果让你去做这样的题目 难度就增加了 做这样的题目 难度就降低了 知道吧 同一种题型 难度是不同的 所以 一下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能看明白吗 找答案的时候 你先到文章当中 把这个题目给带进去 记住了 题目带进去啊 然后呢 在它的前后 去找答案 听明白了吧 在前后找答案 再看 老松树 请谁来收获 松子呀 我们在一上的时候 还学了什么 寻找明显信息 也就是这篇文章当中 它出现的 动物名字 地名字 表示颜色的名字 是不是 这都是明显信息 那这里就要用到 明显信息了 老松树请谁来了 文章当中还出现了谁 你要去把这个主人公 给找出来 看一下 这是老松树 还有吗 松鼠 还有吗 没有了 只有老松树和松鼠 你看 老松树请谁来干什么 收获 你就看这两个字 中间找一找 老松树向松鼠们发出邀请 让他们快来收获松子 是不是找到收获了 那有的孩子可能会说了 这不是让他们快来吗 这个地方可能孩子就会填 请他们来收获松子 我告诉你 不对 为什么 这个他们你要知道 它具体指的是谁 我们看 这是一句话 一句话两个分句 这是前半句 后半句 我昨天 在给大家讲一套写话新课的时候 是不是刚教过家长呢 我说 在同一个句子当中 如果出现了 需要写两遍 这个主人公的名字 第二遍 直接用他们 如果是这一句话 和下边一句话 需要出现同一个人物 下边这句话 可以用他们 所以 我昨天还特意讲到这个问题 我说你学会这个人称的转换 不仅可以帮助你把这个写话 写得有条理 写得丰富生动 更可以帮助你去做阅读 因为你能了解人称的转换 像这个地方 让他们来收获松子 他们是谁 松鼠们 你读完这句话你就知道了 所以 这里答案不是他们 是请松鼠们 你看语文学习啊 他的知识点零零散散 但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 你说做阅读题 你没有方法能做好吗 肯定是不行的 松鼠们把松子收走了 老松鼠怎么样 他们 收走了以后 老松鼠怎么样 笑着欢送他们 你看 我们是不是 这一句话 我们到文章当中 把它找出来了 那中间 少了哪几个字呀 笑着欢送 看到没有 这三道题都出现老松鼠了 但是呢 这三道题 关于老松鼠的答案在 一二三句 这就是一年级的阅读 所以 每一个年级的阅读 它题目的难度是不同的 如果在一上 你就把一上 该学的内容都学会了 你再接着去做一下 这样的题目 它还能难倒你吗 难不倒你了 像这样的做题方法 我都在一上的阅读当中 给孩子们教的广瓜烂熟了 那我一下的阅读课 用的是什么短文 就是像这样一下的试卷当中出现的 全部是典型题 这是一下的阅读理解 给大家简单的 就抽着几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讲一讲 这样的题目 因为接下来要面临期中测试了 虽然现在是不考试 没有笔试 但是它会有一个小练习 让你去做一做 看一看 你学的怎么样 其实我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课程 想了解更多的知识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 评论 留言 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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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